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 能力很强 品德很差 那我们就容易培养出高智商的犯罪 对社会的破坏越来越大 不是每一个孩子学习第一 督教优秀的孩子 有的孩子孝敬父母 有的孩子喜欢帮助别人 有的孩子的品德 值得让人把它当作榜样 你教育孩子的方式和别人教育孩子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都有可能成功 是这样的吗 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 今天如果我们把学习当作第一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方向出错 这个方向一旦出错 那我们每一个家长和学校和社会 就会忽略我们孩子的性格 脾气 人品 为人 处世 人际关系 德 如何去爱 所以我们的孩子会导致 不会去爱 不会表达 不懂感恩 不伤进 自私 暴力 这一切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的整个方向出了问题 这个方向不是指教育体制 教育孩子就三个环境 一个是家庭 一个是学校 一个是社会 那今天 还是由学校来负责 还是由你来教育 所以不用问 不管哪个年代 哪怕是战亡年代 就那样一个战争年代 都能培养出人才 何况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和平年代 我们更应该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可是我们现在出现的一个矛盾点是什么 物质丰富了以后 我们恰恰缺失了精神这一块半块 那来先反着来 先给你的孩子物质文明 也就是突然有钱了 小小年纪什么努力都没做 也没辛苦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精力 然后呢 就给他要什么给什么 一块十块 一百一千一万十万 买房买车 你在物质上无条件满足他 我问你个问题 您这个时候 在从孩子的精神上 想补回这堂客 能补得回来吗 你们也发现了 当孩子在物质上 无条件的满足的时候 您的孩子今生这堂客 补不回来了 你别想着等孩子以后成家了就懂事了 长大了就懂事了 来不及了 他已经变得贪婪了 养过小狗的人知道 这个小狗如果从小没有培养好习惯 在哪里拉大便 哪里是他的窝 然后呢 不要乱咬东西 你如果从小没有培养好 等小狗变成大狗 变成那个恶狗的时候 已经完蛋了 教育不过来 人性跟动物有一点像 从小没有教育过来 你想等他长大以后 结婚以后 毕业以后 工作以后 他会慢慢改这 你那是自欺欺人 你会让他这一辈子 很难事业有成婚姻幸福 所有的人都在比成绩 所有的人都在指责老师 学校没把孩子教育好 社会把孩子给影响了 可是责任应该你来负 所以教育孩子成功 不是靠学历 而是靠人性 靠人心的上